天河区现有300米以上的高楼9座 数量全市第一 为有效推动智能减排 天河区积极宣传推广绿式建筑材料 例如曾经获得多项国际六件认证的月秀金融大厦 整体使用填充了堕胜气体的超白玻璃幕墙 令自然采光率达到超过62% 同时减少42%热量进入室内 配合自然通风气等装置 可以节约38%至60%的制冷耗能 平时我们比较喜欢约同事约客户来这边谈工作 第一它的采光比较好 第二就是在太阳很猛烈的情况下 不会感觉到很晒 你看到现在一层玻璃实际上它是三层的 通透度比较高的 三层隔开两个空间 一层是冲了瓦气 另外一层是抽了真空 瓦气是一种堕性气体 对热量对一些化学作用它不会很敏感 所以它是起到一个隔绝的作用 整改以来 天河区还鼓励写字楼 利用大数据完善能源管理体系 总流层数过百的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不单只用作写字楼 还入住了国际升级手店 水电需求量较高 中心通过安装感应水龙头 变频水泵等方式 令到摘水率达到44.15% 通过电力金控 技术改造等手段 令到能效比最大化 预计今年可摘电约80万度 我们都将车场天午缸管 全部改成LED的商量缸管 每个月可以摘超过五万度电 外边的天气是比较凉的 其实那些开机的时间 是可以稍微迟一些 还有开机的机组投入 可能也不需要那么多 以往当流宇要更换座客的时候 就会是气质大量的加剧 在今年1月到7月 天河部分亿元税收楼宇通过 二次配置的方式 令到办公室的家具 循环载用率超过90% 退场之后 我们的租户有可能会留下 一批的加私 我们会尽量地进行修补 如果是下一所的客户 确实是用不上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会询问 集团下的其他的物业 看一下有没有这个需要 也是进行一个循环的利用 接下来天河区还将开展楼宇 可持续发展平定 指标包括天然资源的使用 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等 对通过平定的楼宇 给予一定的奖励 提升低碳温营水准 助力高质量发展